联盟杯进入到16分之一决赛 曼米国际对阵奥兰多城 梅西继续首发出场 加入美职联后 梅西共代表球队提了两场比赛 都是联盟杯的小组赛 梅西第一场亮相替补出场 在94分钟完成了任意球世界波决杀 带领球队2比1取胜 第二场小组赛 梅西戴上了队长秀标首发出场 开场仅仅9分钟 梅西就取的进球 之后梅西又送出助攻 最终梅阿密国际4比0完胜亚特兰大城 联盟杯每个小组三支球队是单循环的赛制 梅阿密国际两战全胜轻松出现 梅西的状态依旧在巅峰两场比赛 三球一助攻 赛前20分钟官方公告本场比赛 因为天气原因推迟90分钟进行 比赛开始后 梅阿密国际就占据了控球权上的优势 第五分钟接到梅西的传球 马丁内斯起脚远射被奥兰多的门将扑出 第七分钟 梅阿密国际再次围攻奥兰多的球门接到队友的传球 梅西顺势插上 停球射门一气呵成 梅阿密国际取得领先 自从上一场开场九分钟进球后 梅西这一次又是七分钟就打破僵局 三场比赛四球一助攻 梅西再美之连封神 此前梅西加盟曼阿密国际的首秀正式联盟杯 第九十四分钟任意求绝杀帮助新东加2比1击败蓝十字 随后对阵亚特兰大队 梅西更是共建两个进球和一次助攻 帮助球队4比0大胜 两连胜及6分同名出现 现在联盟杯进入淘汰赛阶段 随着梅西的加盟 梅阿密国际一跃成为夺冠热门之一 此前球队只是于难水平 对于梅西来说 踢联盟杯这种赛事等于是降维打击 对阵奥兰多城梅西布斯克茨继续连接首发 继上一场之后 梅西又是开场不久取得进球 非常轻松 艾伦左路带球那期后 梅西早早观察周围的站位 两人很有默契 艾伦右脚挑传梅西插入禁区 后者胸部停球抽射入网 帮助梅阿密国际1比0取得梦幻开局 进球过程非常连贯 观赏性十足 本场比赛有超过6万的球迷观战 为梅西的这个精彩进球送上股赏 尽管本场比赛因大雨 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开打 能够现场看到梅西的表演 也没有什么抱怨了 据统计 这是梅西首次连续两场俱乐部比赛 开场10分钟内取得进球 创造了个人记录 此外 梅西已经连续三场为 麦阿密国际破门 还有一次助攻 场均不到40分钟 可以制造一个进球 以及俱乐部生涯第101次攻破 不同球队的球门继续刷新个人历史 点球资格 马丁内斯主罚打进 帮助 曼阿密国际2比1反超比分 晋级下一轮淘汰赛 近在咀嚏 让出点球主罚之后 梅西自己很快完成 每开二度 第72分钟 马丁国际反击 梅西带球过人后分球 泰勒进去左侧船中 马丁内斯做球 梅西凌空抽射破门 比分变为3比1 破门之后 梅西激怒地抱起 马丁内斯脸上露出了笑容 非常开心 现在 麦阿密国际距离晋级 下一轮淘汰赛越来越近了 早就听说 美直连导鼠的 麦阿密国际球队想要 引强 提高一下连赛竞争力 可是 这可把观众们逗笑了 一只常年导鼠的球队 能够引进多强的新人啊 别说观众不相信了 就连麦阿密国际队伍里面的 队员都不相信 能够引进多强的新人 好吧 现实的确给他们上了一课 谁能想到 迁来的是金球奖梅西 那还有什么好踢的呀 这不纯纯就是降维打击吗 拿大炮打蚂蚁吗 这不就好比如 本来大家好好的在新手村刷怪 你突然来了个多年的满级高手 这还怎么玩 你让其他队伍的人怎么想 其他队伍的人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还安慰自己说 梅西年龄都已经快到退役的期限了 身上各种状态都已经大不如前了 时常比赛能进一球就不错了 是的猜对了 的确只进了一个球 还是非常难进的任一球 弧线电梯球而已罢了 也就随便逆转比赛而已 的确进不了多少球 也就连场进球罢了 比赛继续发挥火热的状态 没开二度 两射一船 队友直呼这辈子没提过这么爽的一场比赛 球王的能力我只能够膜拜了 就连队友也没有想到本来是想摆烂 以为小组都出不了线 这下没有想到不光连胜还是大胜啊 这感觉只有一个字能够形容爽 网友也是直言 干脆别叫妈咪国际了 叫妈咪胜利 梅西两场比赛就完成三球一注的豪华战绩 这样下去距离在美哲联破记录的时间也不远了 据相关媒体的透露 梅西前队大巴里已经在后悔放走了梅西 没人能够想到梅西的状态保持的这么好 球王难道在本赛季就要打破前队友29球的记录吗 妈咪国际从没有拿到过联赛杯 拿到这个赛季也要直接接盘夺走联赛杯了吗 观众们你们觉得梅西能够带领妈咪国际做大做强吗 梅西和C罗伊杜被外界认为是绝代双交 两人的巅峰期重叠 自然被更多人拿来比较 在梅西斩获世界杯冠军之后 这样的生意逐渐的消散 不过两人依旧是新世纪最好的球员 不论是个人和团队的成就都是历史级的巨星 C罗和梅西这两人离开五大联赛的时间仅仅相差半年 如今梅西在妈咪国际三场五球 C罗在打破进球方之后连续破门 表现都很出色 梅西在妈咪国际踢了三场比赛 都是北美联盟杯 期间梅西首战2比1 任意球绝杀蓝十字 第二场面对亚特兰大联队 单场哄下两球一助攻的数据 率队大胜 时隔两个多月取得连胜 如今面对奥兰多 成 梅西打尽两球 联场没开二度 麦阿密国际取得一波三连胜 梅西则是连续三场比赛 荣英最佳球员 三场五球的同时 还有让出点球给队友踢的时刻 可以说梅西加姆迈阿密国际真的是降维打击一般 很多美国娱乐圈的体育圈的大盘明星都会去看梅西的比赛 比如詹姆斯小威等行业翘楚 再加上梅西的表现极其出色 麦阿密国际不论是人气影响力和成绩都是暴涨的状态 梅西表现出色 塞罗也开始强势反弹 他现在出战的是阿拉冠 此前利亚的胜利4比1大胜蒙娜斯提 塞罗打破无偿比赛的进球荒 如今在阿拉冠迎战扎马雷克 塞罗率领利亚的胜利1比1战平对手期间 利亚的胜利一度0比1落后于对手 而且办法不多 甚至被对手险些扩大优势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塞罗 他的投球让利亚的胜利在第87分钟 颁平比分拿得一分 塞罗在利亚的胜利效力半年多的时间 打近16球 但是整理上来看 塞罗的表现还是可以 虽然上个赛季没有获得冠军 但联想到塞罗的38岁的年龄 已经很不容易了 同时利亚的胜利招兵买马 针对性的补强 有了毕罗和马内等人还需要磨合 届时塞罗也将得到更大的 池圆 所以现在的塞罗和梅西对比 梅西加盟迈阿密国际 可以说踢得风生水起 利亚德胜利的塞罗影响力依旧很大 五场进球皇之后 连续破门给出自己的回应 绝对是绝代双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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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